我們現在看《以復所書》二章一到七節 這幾節經文是極度豐富的 其實《以復所書》比較羅馬書 第八章更加濃縮 裡面有很多豐富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在這個經文裡面 真是學到裡面的內容 第一節開始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活過外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救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周師 現今在撥翼之子 心中混合的邪靈 這條經文講到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 這個死是什麼死? 在靈裡面的死 即是阿當 當神和阿當說 你食之日必定死 但有些人說 他沒有必定死 他沒有死 他的死是什麼? 他與神的關係 立即隔絕 不過當他悔改信靠主 他信靠神 他依然有數靈的生命 但他已經整個人在敗壞裡 他已經是趨勘死亡 他一直趨勘死亡 他有一天 結果就在地上死了 即是當人類犯罪 他立即和神的生命 是隔開了 交了之後 他整個身體就會受這個影響 當他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這個如果大家看看下面 是用了什麼顏色 我特地這次印了英文給大家看 因為大家看到 所以說 即是 你們當時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可能你們要坐過一點才看到這裏 但你留意聽我說 先聽我才會看那裏 即是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範 就是這個死是靈類的死 和神的關係隔絕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那這裏 為什麽用我過去認識呢 就是我們信主那一刻 我們信主那一刻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在這裏 我們看到 我們得救是人的工作 還是神的工作 是神叫人活過來 但問題是 那些人明明是我信耶穌 我想問大家 神有沒有代替你信耶穌 沒有 神有沒有代替你灰改 沒有 但是神就將這個灰改和信主的生命 致給我們 我用一個形容 大家可以看著我 牛不飲水 按得牛頭低 你按得他也不低 但當他想喝水的時候 你拔他就拔不上 他的頭總是向下去 即是他想喝水的時候 他自動的頭就會下去 我們未信耶穌的時候 心是會抗拒神的 大家有沒有記得以前 如何抗拒神 對於神 即是有一種抗拒的心 然後呢 在某時候聽到神的話語 或者有人分享 心忽然間 很想信耶穌 有沒有這個經歷 這個經歷 其實當時就是 初初不肯喝水 忽然間想喝水 即是初初沒有這個生命 忽然間 就有這個生命進去裡面 有些人說 接著我是信主 我認罪 但是 他是有了這個生命 然後信主 就不是 而不是怎樣 大家看著我 這個很重要 不是說 神沒有造高 不過我自己說 我要信主 我信主之後改變 另一個看法就是 本來不想信的 但忽然間 神透過他的話語 令到他更新了 然後他說 好吧 我信 即是回應神的感動 另一個就是 神改變他 接著他回應 他說好吧 我信主 另一種看法就是 他完全沒有神的生命 不過他只說我願意信主 那他就改變生命了 是哪一樣 開始是他自己還是神 是神的 由這個經文 和其他經文 我們曾經有一次說 關於人的德教 是神的工作 其中一個經文 就是 他起初是死在中國過範 是敵黨神的 但是神就將他活過來 整個生命 忽然間 哇 神這麼好 我想信人 然後是他 祈禱認罪 不是聖靈代替他 但是這個祈禱認罪 其實是他得救的後果 就是他得救之後 他就願意去信主 所以我們分清 就是說 我們信主的時候 大家想回 有些人 是有人戴信耶穌 或者在報道會 你是不是發覺 在那時候 你 想信耶穌 即是在裡面 有一種改變 想信耶穌 然後 心已經不同了 然後你說 好了 我和你一起祈禱 信主 有沒有這個情況 是否本來 初初還沒有信 忽然間 那時候想信 在他裡面改變了 然後你就跟他祈禱 跟他信主 所以那個是 其實 是 就是那個後果 就是他的生命改變了 所以他肯入水了 他改變了生命 這就是神在我們裡面做的生命 那大家可以想回 你信主的過程 我自己想 我自己的過程 是這樣的 我是 最初想 關於神是否真的 後來有一個老師 不是我學校的老師 我是跟另一間女校 我是男校的 就有些人約了 一班人去一個宿營 住在香港大學的宿舍那裡 那有一天 就有個老師 他就 我又不知為何 神的造工 我平時很醒 但那天本來要行山 我就不醒 同學同一個房間 拍敬門 他出了廁所 他拍敬門 我都不醒 我平時沒有這件事 但那天拍敬門都不醒 這是神令到我當時沒有睡醒 或者是正在行程 去到那裡是神安排的 然後我出來見到 因為那時候思考 那段時間我看那本書 就說到這個世界很有奇妙的設計 是神設計的 是物理學的書 我就很好奇 是否有神 神在我裡面產生了一種改變 然後在那天 他就問我 是否信耶穌 因為那時候 我在中學的花名 中間有些聽過 就是耶穌 因為那時候 我打過的時候 等球下來 我懶得縮著手 我等著球 那個同學就笑 說耶穌救我 然後同學叫我 叫我做耶穌 那就是因為這個名字 所以信耶穌 因為那個老師 就很好奇 你是否信耶穌 我說不是 那為何我都叫你耶穌 他以為我信耶穌 信到大家都叫我做耶穌 我說不是 這個花名 是從打球來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 其實我心裡就很想 很想知道這個是不是真神 我就問他 是否神有證據 他就很簡單地告訴我 在我裡面 我就發覺 裡面有一種 就是湧流 很想認識神 但當時這個老師 我不是說過很多 其實他 以傳方來說 他不是很有效 因為他沒有大愛信主 那一步 他就這樣說完就算了 他就走了 但是神做工 就是神在我心裡 一直有這個感動 那時候已經開始 然後到了一國報道會 有同伴邀請我們去 他就聽音樂 就是我報道會 我還記得當時講道 講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非常感動 然後最後他就說 誰要信主舉手 那我舉手 然後他就說 站起來 我又不敢站起來 不敢動 又不敢和他 然後他就說 祈禱 最後 結果很多次都說 我都不站起來 有其他人站起來 最後他說 祈禱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 都要站起來了 即使是感受 至少有個過程 是一個很強烈的推動 在裡面推動我 推動我的信主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同樣的 但我當時是一種很強烈的力量 就是當時我死在過分之中 但神就叫我悶過來 大家都可能有類似的經歷 好了 而在未信主的時候 我們怎樣 隨從今世的風俗 和信服空中長全者的首領 所以有兩個力量 兩個力量 是什麼力量 一個就是什麼 今世的風俗 有些人說 那些沒什麼錯 的確有很多人是沒有錯的 不過他帶有一個價值觀在後面 例如看電影是否一定錯 未必一定錯 不過你看得多 就會跟著他的價值觀 經常都是看重戀愛 賺錢 威風給人看 總之那些 電影的英雄 每個人都很羨慕 很想成為香港人 這就是今世的風俗 或者追求享受 和信服空中長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背影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令 這個宗士 可以用什麼符號 等於 就是他們會順服空中長權 即是因為人類犯罪 人類不聽話 所以這個世界是被魔鬼控制 但是同時是神控制 為什麼呢 因為神答應了耶穌來 就是在 大家聽過我有一篇 講到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 在這四個帝國神怎麼安排 雖然那四個帝國都不是信耶穌的 都不是信神的 但是神就會在這四個帝國做祂奇妙工作 成就神的工作 所以這個世界可以說 兩人一起影響著 這個可能好像有點矛盾 魔鬼影響著 所以這麼多人拜偶像 但是神同時影響著 神的工作就不像你看到 其實整個國家跟著耶穌也不是看到這些 神的工作 我們看到就是 神在人心中做功 感動的信主 還有神會做什麼工作 神會令到這世界的事發生 是有一個目的的 一直向著世界會進去的 神一直在這個過程做功 譬如中國的歷史 信主的歷史都是很奇妙的 就是中間過程 神使用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時間 如果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中國人信主的過程 你就看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 這個也是神掌權 所以同時魔鬼也是掌權 空中掌權 同時神也掌權 但是神是這麼高超 但你又會說 世上很多人不聽話 很多人是不聽話 為何神將它改變了呢? 因為在救恩的路 只有 一定要透過耶穌 聖靈感動去信主 而我們發覺 那些異教徒 他想信主的是哪些人呢? 他是會去尋求 他有這個心 有這個感動 神啊你是誰? 我這麼痛苦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他會這樣的 但是有些異教徒 其實中國人有一個很糟的 我們很愛中國人 很想中國人順處 但是中國人 因為他所信的宗教不同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 其實有時候 有些更加容易順處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會思考有神的問題 以及關於天堂地獄 他們會關心這件事 以及神的質素 他們會思考這件事 但是呢 中國人拜開那些偶像 以及經常想有錢的那些 他們是不會想神的 他們只是想錢的 想順景的 所以變成了心 反而是難於信主 不過 也有一個好 就是他們 如果你戴信主 他們家人就不會追殺他 但是他們家人 可能對他有抗拒 但是又不會追殺 這都是神 其實有不同的人 他會有不同的回應 譬如呢 那時候我設了一個牧師 他就是道風山上高 以前是一個廟 現在就是神學院 有很多關於聖經的字 在道風山上高 當時這個本來是一個廟 其中這個牧師 叫王景慶牧師 他以前是和尚 他就是 後來說耶穌 他就跟那些和尚 下棋 就跟他們聊天 他發現很多和尚都很孤單 尋找不到喜樂 他就跟他們聊天 就帶了很多個和尚 說耶穌 就是神就會使用 因為王景慶牧師 是我本人認識他 有好幾年時間的一個牧師 就是神就會在他裡面做工 去改變這些人 這些人其實被魔鬼控制 其實魔鬼的力量 是令到很多人 是很強烈的敵黨神 例如關於進化論 在網上 如果你寫了英文 你看很多很多 中文也有很多 也都說了有很多科學家 他們明明看著所有證據 是推翻進化論 但是他們堅持要相信 凡在任何支持創造的事情 他們都一路是反抗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是想去學 不是只有有興趣 就是學了傳呼音 我將來可以分裂教導 因為我本身研究很多這方面 我們發覺很多人 他很敵黨 很敵黨 因為這就是魔鬼的勢力 在他裡面有一種力量 影響他 以至他不肯信耶穌 但也有一些這樣的科學家 他們在這個過程 他們願意醒不過來 他們發現到 原來有這麼多證據 證明是有神創造的 而有人跟他們談 談完之後 那些人做什麼呢 你去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神創造 還是自己變出來的 可不可以變出來的 他們研究完 結果這些科學家 有些信耶穌 是很公開地做一些訓練 專門幫人向科學家傳呼聲 這也是我們看到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本來魔鬼混合 但是神就會做功 你們從前也在他們中間 原來我們之前也是 方中肉體的私肉 其實在這裡我寫說 其實在肉體的私肉之中 下面大家可以看看 In the lust of our flesh Fulfilling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mind 英文在第三項 就比較清楚 即是他們住在這個情慾 肉體的程度裡面 住在它裡面 而且滿足他的肉望 Fulfilling the desires of the flesh and of the mind 和他的思想意志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你是 英文可以的話 你可以用中英對照的聖經 更加容易明白 但是有些地方 中文在這裡真的幾不同 因為它用放縱肉體的私肉 其實原文是沒有放縱 是說它活在肉體的私肉之中 即是直接浸淫在肉體的私肉裡面 當然有放縱的程度 但是它的經文是說到它活在情慾裡面 然後就是滿足了 這個中文就是順著 因為這個New King James 其實是比較準確的聖經 Fulfilling 即是滿足這個肉體的私肉 和它的思想 即是說它肉體想做的事 它滿足它 以及它想 人們會想 人們有意志 想賺錢 想發達 想追到哪個女孩 想怎樣成功 怎樣聰明 怎樣捧她 就是因為這些緣故 即是活在情慾 以及被她的情慾影響 去滿足她的情慾 其實本爲可怒之子 有很多人對於神的觀念 在這方面是有點困難的 這個可怒是誰生氣誰 是誰生氣誰 是神生氣人 有些人說 神會生氣人 就覺得很難接受 有些人也不信耶穌 是因為這個 他就說 我信耶穌 我喜歡耶穌 是愛的 憐憫的 饒恕的 放手的 我就不喜歡那個神 是嚴格的 要求的 會懲罰的 會發怒的 有些人說 如果神那麼好 為何要發怒呢 這就是我們要認識 神的兩方面的本性 就是祂的慈愛 和祂的聖結公義 在這一陣子 我們也解釋一下 這方面 讓大家可以明白 由舊約聖經到新約聖經 都看到神的公義 和聖結和憤怒 有些人以為 舊約才有又不是 舊約由何時開始呢 其實很早已經開始了 譬如說 該人撒伯 該人已經受神的懲罰 羅雅仇的方舟 他們在西乃山縣田 以前 當地震 號聲 有蜜雲 的時候 當神降嵐 西乃山的時候 那些以色列人怎樣 在那裡震 全部在那裡震 很害怕 因為神是可敬畏的 神不僅是慈愛 神是一個可敬畏的神 而舊約聖經也有很多人 幾十萬人 就是他因為犯監獄 被神去擊殺 這些都是舊約裡面 但新約一樣有 阿拉尼亞和薩菲拉 當他們欺騙神的時候 即時被擊殺 和約翰方三章三十六節 這個《華本聖經》翻譯得不好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神的贈道上在他心上 這個《華本》 但其實信子的人是信 不信子的人 其實那個原文 是有不信和不遵從的意思 即是有不遵從的意思 所以很多《華本》翻譯到 《華本》翻譯到 《華本》不遵從的意思 即是說不遵從神的人 不只是不信 有些人的觀念就是 你不信耶穌才有神的贈道 不是的 信耶穌而在罪之中 一樣在神的贈道之下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從子的人得不著永生 神的贈道常在他身上 即是一個人說信耶穌 但他沒有遵從神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那你說 那是不是個個犯罪就不得救呢 神是有恩典的 當這個人真的有悔改 神是會赦免的 但到底那個 善去到哪裡呢 他犯了多少罪 他有多少悔改 神會赦免呢 這件事我們很難量度 不過有件事很容易量度 神量度我們量度不到 聖靈住在他心中 這個人就必然得救 聖靈沒有住在他心中 這個人就不得救 他和神的關係已經斷絕了 他是不得救的 誰知道呢 自己知道的 你發覺有聖靈跟你說話 感動你悔改聖靠耶穌 感動你有平安喜樂 這個就是神還在心中 如果神離開了 就很危險了 我想大家都見過教會 經常人都會轉來轉去 有時曾經在這裡 後來離開 那時我曾經有一個教友 在教會很久 後來離開了 我就跟他說 我說你離開了教會 有沒有不舒服 他說初初有現在沒有了 這個意思是甚麼 失去了聖靈的感動 是很危險的 我就跟他說 就是說聖靈感動離開 是可以失去救恩 所以你快快悔改信 主會回到耶穌那裡 不是說你以前信過耶穌 而是你以後有這個同神關係 就是說當人不信同神的時候 他可以失去神的救恩 他就是可怒之子 我們也看到救了聖經 當大衛犯罪的時候 犯奸入和殺人的時候 神就怎樣 刀劍必不離開他的家 這可以是神的管教和懲罰 和神的怒氣 是神的而請向他發怒 但是神就有赦免他 他的認罪神就赦免他 但是神是向他發怒的 所以這個我們都明白 當我們計算在罪中 是神可以向我們發怒 不過神是每日一年 當你真心悔慨 神是可以立即赦免你 如果大家記得 曾經大衛因為他要數人的數目 就是他有這個 就是好像一種驕慕 神就給他三個災 他就選了最後一個 為什麼最後一個呢 因為那個在神的手中 就是神說要用瘟疫攻擊三日 瘟疫三日就很好 不是很好 這個是好不行 三日好不行 但是他知道神有憐憫 他就在那個地方 買了一個和牆 這個和牆就是後來聖殿起的地方 這個地方他就在那裡獻祭 他就知道神看到他的祭 神就會停止 所以當天使來到要毀滅有殺人的時候 他在那裡獻祭 跟著這個天使就住手了 他知道神有憐憫 就是說當我們有罪 我們一定要好重一點 我們一定要知罪悔慨 有些人最糟的就是這樣 他犯罪更囂張 他犯罪更囂張 還說別人你好還我 這樣的時候 神就覺得他囂張的時候 神是可以去管教他 神的管教可以 真是神小小管教 我們都受不了 你身體有哪個部分 可以失去都可以 我心問大家 最輕最輕是你的頭髮沒有了 最輕是這個 你受不了神呢 就是神任何事情 懲罰在身上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人受不了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不要緊 犯罪而已 求耶穌射臉 我同時都說 活在神的愛中 是有神的愛 那你說 到底怎樣平衡呢 平衡點就是 我們是不配 我們是罪人 我們需要時時悔改 也尊重神 但要知道神很疼我們 所以我們這些警告 不是給那些經常聽神話的人 那你說 我經常聽話 不過有時會拿這種犯罪 你拿這種犯罪及主四面 這種情況 和人們故意犯罪是完全不同的 偶然犯罪 軟弱犯罪 和故意犯罪不同 那分別是甚麼 你明明每天都親近神 但你忽然處理不到你的怒氣 或者你的心中的怨氣 負面思想 然後你就會悔改求主四面 這就是處理 這樣的人 他真的處理的時候 他不需要害怕神的憤怒 當然 如果他持續生氣的人 他也要處理 總之他持續犯罪 但有些人是這樣的 這個人 我恨死他 我見到他我就眼冤 我見到他就想他消失 當他持續這種感覺的時候 一直憤怒下去 他是可以引致神的怒氣 所以我們犯罪一定要記實 故意犯罪 行狗犯罪 是可以很嚴重 是可以成為可怒之志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進入這種狀況 我們發覺聖經有些經文說到 神的震怒 也說到 落在永生神的手裡 真是可怕的 聖經有說 不過這個經文是對那些不悔改的人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我們不用怕有人要死了 我今天犯罪 會否丟到地獄呢 我們不需要這樣想 而是我們天天都說 神赦免我 我不用怕的 然後 原來我們基督徒都一樣 以前都是這樣的 我又問一個問題 以前是這樣的 現在到底是怎樣 以前在肉體的情慾中活著 信服這個肉體 亦都是被邪人影響的 到底信了主之後 改變 是否180度呢 還是 些少呢 其實我自己觀察 我發覺有很多基督徒的改變 是很少很少 有很多基督徒覺得神無道的 不要緊要犯罪 以後再審判 以後再算 有很多很多基督徒 所以我的託復 神給我託復 就是更新基督徒 並一訓練他們 是奉神 我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看到基督徒軟弱 心裡就 焦急 很想去幫他們 你有好的生命 你就會有見證 好像今天姐妹分享 他的生命 就會有一種動力 但這個動力 我也告訴你 是可以隨時失去 那怎麼會失去呢 懶惰 不可以親近神 慢慢慢慢就沒有了 慢慢又跟隨世人的方式 跟隨遠入基督徒的方式 所以希望大家 在心裡知道 聖靈的感動是很暴貴 不要失去聖靈的感動 一定要保持在神裡面 跟著我說 和別人一樣 即是說我們和別人是沒有分別 我們個個都是罪人 我們不是因為好一點 所以神救我們 其實我們都是同樣的 第四節 神救有豐富的憐憫 因祂的大愛 愛我們的大愛 非常大的一年 當我們死在過範中的時候 便叫我們與基督徒同活過來 這裡也是死在過範中 你看看英文 第五節 這就是科學系 因為我們是在過範中心裡 也叫我們與聖靈的人 也叫我們與聖靈的人 是過去知識的 是成本的 是成本的 是一個特別的 Prefix是什么呢?是syn 希面文是syn 英文翻译是sy and sin 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字?synthetic Synthetic就是合拼的 synchronize 就是与基督一切活过力 它有三个syn 然后raise us together 叫我们一起复活 然后raise us together in the heavenly places in Christ Jesus 这三个都是什么识 过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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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识 你看看经文是什么识 是过去识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活着来 当时神就叫我们复活 又叫我们坐在天上 我们先解释这两个分别 made us alive 和raise us up together 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就是活过力 一个就是raise us up 叫我们复活 有什么分别呢? 分别就是指 made us alive 就是指 他有新的生命 raise us up 就是把整个人的生命提升 改变 将他复活成一个新的样式 整个生命的改变 一个就是得救 第二个就是得救 之后的改变 就叫我们和他一起服 然后就坐在天上 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说 希马来书说 神从来对那一位天使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这里讲到天使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得坐? 是没有得坐 是站的 不过这里说我们有没有得坐? 有得坐 很厉害 感谢主 我们比天使更厉害 我们是否比天使更厉害 我们的身份比天使更厉害 不过以能力来说 现在天使比我们大很多很多 以能力来说 他比我们大很多 但是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贵 天使是否尊贵? 尊贵 尊贵 我们会看重的天使 如果天使出现 你会觉得很厉害 会不会 很兴奋 但是天使通常是说不要怕 即是你害怕 是的 不用怕 但是我意思是 你会看到天使出现 你会觉得很特别 那我们看到 基督徒生命改变 是否应该更加特别 不过很多人 就觉得天使更厉害 其实我们比天使更厉害 我们可以坐在神的右边 坐在祂 那你觉得我怎么坐 那坐都这么多 不知道怎么坐 总之我们有一份坐 好了 那为什么坐在天上呢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上一章 以分数字第一章 耶稣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 远超过一切 执政的、掌权的、一切有名的、一切主治的 全部超过全 所以我们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 全部超过全 我们是有超乎万有的权柄的 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极高贵的身份 不过很多基督徒 就当自己是烂残渣 又活得好像烂残渣 是完全没有这个尊贵的身份 和尊贵的心态 所以这个经文是我很喜欢的经文 就是说 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之中 神就叫我们活过来 并且复活 和人生一起复活 这个复活是否将来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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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式是指到在神里生命的复活 并不是指到将来的复活 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件事 圣经说的复活 不仅是说肉身复活 而是说灵魂的复活 所以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 复活不是一定是肉身的复活 也可以是灵魂的复活 灵女的复活 所以这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时 这些字眼是一个 这些叫figurative language 是一个愚意 是一个比喻式 这个不是说到真的肉身复活 而是在灵里面的复活 然后他就加插一句 你们得救是本父恩 然后我们就和他一起复活 就是当保罗说到这个 和他一起活过灵 他就说得救是本父恩 然后和他一起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这个坐在天上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权并 所有困难 所有供应 和我们前面的路 我们前面的发挥 全部什么都有了 只要我们听话 信靠神 亲近神 遵从神 福祉神 就什么都可以了 大家愿不愿意走这路呢 太多基督徒觉得这是损失 很多基督徒觉得事况是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要用时间用钱 要用精力 而且吃力不吐号 那些人未必赚赏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争取做这件事呢 因为神一定欣赏 神一定称赞 神一定开路预备 我们这里每一个都可以同样有这个身份 现在 因为这个坐在天上 是现在 你直接成为一个尊贵的身份 我形容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本身就是坐在天上 现在已经是坐在天上 所以魔鬼见到你 是害怕的 要走的 不过有些基督徒 他的身份上到那里 不过他的心态和生命 还在地上 还是升不起 为什么呢 耶稣明明给过他 不过他活得 就跟世人差不多 在最终的 所以我们真的深信这个恩典 和权柄 我们的能力很大 有一次我们经历四年之后 没多久 有一个年轻人在教堂那里 他进来的那句话很特别 哇 这里这么干净 我说什么这么干净 他说没有那些东西 我说是否没有你说那些鬼 那些邪灵那些东西 他说是没有了 我说什么 你经常见到我 是呀 经常有只跟着我 在哪里 在门口 他不进来 我说好 带他去看看 那一走一步 他马上走 他马上走了 他说他还说 要不要这么快 然后我说 那你去街上经常见到 是的 经常见到 好 带他出去看看 那里有一只很远路 我说走过去 一走又走了 其实我们有这个权柄 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一次我和 都是早期的 在聚会有一个 传统的教会请过去 那一位牧师 有很接受圣灵工作的 他就请我去 讲圣灵充满 那时候我最初都没听圣灵充满 就是后来 我经历圣灵充满 他邀请我 在中间的时间 我经历圣灵充满 然后我就去那里 我有一次祈祷 我会被圣灵圣灵充满 然后我开始硬了 我看着他 我看着他 我叫凤耶稣灵充满 那里的邪灵充满 一出来 哇 叫到冬天的大声 他就后来告诉我 他说我里面看到你 我害怕得不得了 但他又不怕我 但当时是邪灵害怕 原来我们有这个权柄 只要我们听话 我们什么都不用怕 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 我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当自己是烂茶渣 不要当自己是无料到 我们是个个都可以被提升的 但有很多神的儿女 个个都不能升到上天 但是知道就知道 其实这个经文 很多人看完 是有水过厄背 都完全没有看到我刚才所说的 一同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是很难看他的经文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就是跳过去的 但是留心看法国 看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已经和耶稣一同复活 一起坐在天上 我就可以触实这个权柄 并且我可以生命大力发挥 不用我去操劳 不用我去追 我只要做好我本分 亲近神 尊同神 神就会为我续步开路 神会为你开路 神一定为你开路 然后将他极丰富的恩怨 极丰富 是 exceeding riches 是极度丰富的 超乎你想象的 在基督里面 他的恩怨是哪里的 在基督里面 神的恩怨不是这样透过 我给你 是一定透过耶稣 基督一定透过信耶稣的 有些人很多时候都叫我 牧师 你为我哪里祈祷呢 快求他医治 我问他有没有信耶稣 他还未相信 我第一要为他信耶稣 他信耶稣才能得到这些恩典 还有些人跟我说 基督徒来的 你说我女儿祈祷 叫他快点结婚 我问你女儿有没有信耶稣 没有 为什么你关心她的结婚 多过你关心她的信主 就是紧张的事情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说 最重要的是 耶稣进入耶稣里面 先有其他的恩典 虽然神将太阳赐给恶人 但是 所有属灵的恩典 所有高度的恩典 全部一定要透过耶稣 先来有 所以我们想得到恩典 一定在耶稣里面 有耶稣救恩 和遵从耶稣 走在耶稣里面 就在耶稣里面 向我们所思的恩典 显明吉后来的世代 可能在英文中看 就很清楚 就是 in the ages to come 就不是说到活后的 就是说 总之由那时候开始 那么多世代 都看到神的丰富的恩典 好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上高所写的 是不是这个经文很丰富 是极度丰富 我希望大家熟读 《阿弥陀佛所书》一章二章 你死在罪化过犯 为什么有个无耗呢 就是凡是形容 你是什么 我就会用个无耗 怎样死法呢 在过犯罪过犯 在罪中死的 就是形容它 在罪中死的 然后有一个箭嘴 祂叫你复活 活过来 为什么有一个箭嘴呢 是神叫你那种 神叫你复活过来 那时候 你们行事为人 这个蓝色 都在罪过之中 随从今世的蜂族 那时候随从这个世界的蜂族 蜂族 我们留意 其实很多人影响 就是这个价值观 这个世界影响 很多时候 要穿名牌 其实是蜂族 我见过基督徒 很紧张名牌 但对于奉猿 一点都不紧张 很紧张名牌 但是这样的时候 神是看到他 他紧张名牌 他被世界影响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但是这个空中掌权者 就是在《贝易之子》 心中运行的车领 运行 即是它在operating 在做东西 这个work 这个用work 但是其实那个字 也可以翻译做operating 就是它里面在做东西 就是魔鬼一直在做东西 基督徒也可以给魔鬼做东西 像《贝易之子》 他叫耶稣母真十字架 就是被魔鬼在里面混合 他在说《贝易之子》 是未信主的人 是的 《贝易之子》是未信主的人 是敌党神的 第三次 我们从前以前 我们都是有份的 我们在他中间 都是放纵 大家如果熟悉 你知道 我们旧的圣经 即是原文没有 就加个点 原文是没有的 而在欲望之中 活在欲望之中 活在欲望之中 就是活在欲体的私欲里面 这个欲望里面 随着欲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 我写了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放纵 就是活在私欲里面 第二就是随着欲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 所以一和二 而二有个A和B 就是欲体和思想 其实原文不是心中的思想 不过意思都可以相通 即是说 首先是罪性 然后是人的思想 人的思想 有很大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设定的方向 有些人从小到大 就是我要厉害给你看 我想大家看起来都见过 有些人我回来 厉害给你看 即是不可以虚给你看 不虚得给你看 这就是心意定了 我要厉害过你 有些人定了 我要追过什么的女孩 要找什么的男孩 我要得到什么东西 这都是心的定义 所以要保守你心性 我保守一切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 一个是罪性情 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 思想就会定了我们的方向 有些基督徒就定了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做不到的 但是有些基督徒就说 神是我愿意去做 被鬼灭 然后这个喜好就是 他的意志 看先看 The mind Desires of the mind 即是他的想 他想的东西 本来是可怒之子 即是是值得神向他发怒 发怒的 但是神没有这样做 而我们跟别人一样 我们没有分别 即是我们不是好过人 而神有丰富的怜悯 他有丰富的怜悯 一旦爱我们的大爱 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所以有丰富的怜悯 是由爱那里带来丰富的怜悯 丰富的怜悯 什么意思呢 怜悯 怜悯就是说这个人很惨 这个人在罪中 没有希望的 但是神怜悯 这个怜悯 意思是他不配的 他是很惨的 很低的 但是神就会给他恩怜 这个就是怜悯 而他的怜悯是很丰富的 就是说 我们其实每个人犯罪 犯了很多次 不过神都依然给我们 我们多谢天父 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 那我要怎样呢 就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就叫我们与基督一起活过来 所以我三个一同 我就做了一个黄色 就是一起活过来 首先有一个新的生命 同耶稣一起活过来 那怎么叫同耶稣一起活过来 就是说 不是在耶稣之外 是跟耶稣有关的 在耶稣里面 我们一起有这个新的生命 在耶稣里面 复活了 就是说 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 是耶稣活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会改变 一定是常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常在我们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了 一起坐在天上 就是跟他一起地高升 就是跟他一起的 总之什么都是跟他一起的 一起就行 所以我们由早到晚都说 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赞美你感谢你 真心的感激 神就会做功 我们就将我们提升了 还有将他 为了2号2号 第7节高律祖有一个战争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 所以是无耗 什么恩典呢 形容出来 就是在耶稣里面的恩典 什么恩典 就是耶稣里面的恩典 要透过耶稣的 所思的恩慈 显明到后来的世代汉 他要做一件事就是显明 这就是见证的意思 原来神做的功 就是向历代见证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见证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向人显出神的大恩 在这几节我们看到神的什么属性 神的属性 第一 第一就是他不介意我们有罪 他接纳我们有罪 他又来寻找我们有罪的人 第二 他是有生命 由他叫我们抹过来 这是第一节 第二节 这些世界的罪魔神是争护的 这些人就会在邪灵里面 他们跟从神 所以神是争护罪 是争护邪灵 敌党邪灵 第三节 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 不过神是介意的 神是给我们有机会的 第四节 他的恩怨是极度丰富 他里面是很丰富 他是很乐意给我们的 他的爱非常大的 是当我们死在过犯 所以不是我们好的时候 神就叫我们和他一起活过来 所以神是有生命 他能够将生命给我们 他叫我们活过来 神的生命 临到人身上 这个人就活过来 所以我们如果见到死人 我们为他祈祷 神啊 你是生命 你来到他身上 将生命给他 你一直持续祈祷 很多人祈祷都是这样的 很少人第一次祈祷 马上就復活 多数祈祷復活的人 都是祈祷很多次之后 跟着开始復活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当你见到死人的时候 或者你探了一个亲人 发觉他已经死了 你就不要快点走 你就留下坐在他旁边 求此给你的信心 按手祈祷 但是他去基督徒 不是他死了会更加好 哦 那如果他应该去天堂的时间 你就去天堂 你就去天堂 不过如果他就算有基督徒 他真的復活 可以入新闻的 你立即打电话去 立即作见证 立即作见证 向医院作见证 我希望大家都会 争取这些机会 那 即使提坦说 耶稣去接我 他很开心的人 是啊 即是说有人很开心 离世去天堂 不过呢 我们有机会 依然去祈祷 求神就会回过来 等他作见证 有些人也是 他们试过有些作见证 他死了去天堂 他又回来 不过回来 没多久又死了 不过他回来 就是作见证 说了耶稣多好 天堂多好 我们感谢主 就是神是复活的神 也神是提升的神 神是乐意提升你的 所以不要被人欺骗了你 有些基督徒 不知不觉 是经常令人觉得 你没用 你笨 你懒 你不爱主 你没用 很多基督徒做魔鬼的工作 我们做神的工作 我们将人提升 让他知道他很宝贵 每个人都说 你很宝贵 你很重要 你一定可以发挥 我们一起去提升 我希望大家经常有这个心态 凡是踩人的 那时候都是被魔鬼使用的 基督徒也有 基督徒也有踩人 所以求是帮助我们 神的性就是提升人 这很重要 今次说的特别就是 神是一个提升人的神 祂是叫人活在天上 所以我们一起活在天上 而神的恩怜 神的性情 一定要透过救赎 祂不可以就这样说赦免 一定透过耶稣的救赎 是在耶稣里施给我们的恩怜 而显给世代汉 就是神有一个性 祂要荣耀 祂自己荣耀神的工作 祂都荣耀我们 我们看到每个经文 我们都看到很多神的尾线 而今次最特别的就是 神是一个提升人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多谢天父 神祂提升我们 我们很宝贵 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提升人的基督徒 永远不要踩低 不要扁低 不要看小 当我们看到人软弱的时候 总是去帮助 总是为祂祈祷 总是提升 多谢天父 求主赐给我们 这个提升的心 愿意去提升别人 去祝福别人 也不是靠自己 我们知道我们能够 和耶稣一起活过来 一起服 一起坐在天上 是神的工作 不是靠自己 是靠神 是愿意 是神的工作 我们就常在这里 你自然为我们开路 一切的路都会自然开到 多谢天父 是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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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你世人